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它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人才选拔形式 扩展了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 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 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 动摇了门法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 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的垄断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 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 但在宋代以后 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 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 它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由于入室途径单一 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成了官场的语言 啰恶 断下的黑暗和社会的发展